好,今天试试完又读书了 这段废话,王三峰叫做猪头脑中的关键词 梁光帝笑着说,哦,他们准备写什么大字报 王三峰说,要知道他们准备写什么 得先知道他们头脑中的关键词 梁光帝笑着说,有道理 他们头脑中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王三峰说,就一个字,吃 梁光帝点头笑着说,嗯,不错 猪就知道吃,那他们大字报咋说 王三峰说,他们说非常拥护丁常委的领导 说,咱们这里比美国好 梁光帝一笑,说,哦,为什么呢 王三峰说,因为在美国啊 猪为配合饲料,三五个月,点多半年就出来了 咱们这儿在丁常委的英明领导下 为单一饲料,最少也得为一年 长得还有两三年的 所以说猪说,咱们这里比美国好 长寿啊 王三峰老拿丁一川说事 丁一川生气 但当着省组织部的领导 又不好发脾气 硬整着说,王三峰 这群猪现在可是你领导的 不是我领导的 王三峰笑着说,报告丁常委 我的官早就被罢,现在是丁常委名在职啊 梁光帝见二人又撞出了火花 脸貌打岔,拉着王三峰到旁边一出院 指着阁卷单独饲养的一头公主问 这只怎么单独关一个卷,是特殊照顾啊 王三峰说,不是特殊照顾 这个家伙做分不好,爱调戏妇女 正隔离反省呢 好,拜拜,下回见